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菜地 父亲正蹲在菜地边 两个月不见 父亲明显消瘦了 他脸色清白 表情痛苦 一只手死死地捂住胃部 一只手哆嗦着从包里掏出个魏康宁瓶子 我赶忙上去帮他拧开瓶盖 把水杯递了过去 过了一会儿 父亲缓解了些 我问他胃痛多久了 父亲说就这两天一点小毛病 别对你妈说 免得你妈瞎担心 我见父亲没什么事就没放在心上 大年三十我和妻子准备了一桌子菜 父亲想吃一块扣肉 被母亲用筷子打掉 血压这么高还吃肥肉 初一早上 父亲想吃汤圆 母亲又说 你是高血糖 汤圆心子加了糖的 别人说便给父亲乘了一碗米饭 妻子悄悄对我说 爸好像瘦多了 脸色也不好 我此次一端详 发现父亲的脸确实是清黑清黑的 不带血色 几天后 我起夜上厕所 刚走出卧室 就见父亲捂着肚子 拿着杯子在饮水机边接水 我问他是不是又胃痛了 父亲朝卧室看了看说 把打紧 示意我小声点 我告诉他 小病不治 成大病 尽快跟我去看医生 父亲说 一点小毛病 别瞎嚷嚷 我威胁他要告诉妈 父亲这才勉强答应 2019年3月3日 农历正月十六 我对母亲说 要父亲陪我去谈一桩生意 压着父亲去了位于原家港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一路上父亲欲言又止 走到门诊大楼门口的时候 父亲说 其实我知道自己的病 我笑了 您都能诊断自己的病 医生都要失业了 父亲接下来说的话让我震惊不已 他说 真的 我去检查过 胃癌晚期了 他说 两个月前因为胃痛得受不了 他自己偷偷去市区医院 为了不被发现 他把医生开的止疼药去码多 找了个魏康宁的瓶子装着 我愣了两秒 难以置信地跳起来 我不信 要是胃癌 您怎么 不对我们说 我了解父亲 平时就是打个喷嚏 他也会赶紧去看病拿药 父亲无奈地垂下头 得了这个病 说不说有什么用 阎王叫你三更死 岂能容你到五更呢 我不信 坚持让父亲重新检查 3月6日 父亲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胃癌晚期 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 连忙求医生 我爸才63岁 求您救救他 医生把我摁在椅子上 说我父亲的情况不容乐观 手术的意义不大 建议保守治疗 尽可能地延长生命 我不相信我和父亲这辈子的缘分 就这么匆匆结束 我抓住医生的手 求他一定要想办法 医生咒咒没说 如果一定要医治 就只有手术切除 但这有可能更快地引发 癌细胞扩散 甚至下不了手术台 听到这里 我犹豫了 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病要是能治好 爸早就住院了 谁不想火呀 你叔公做了手术 不也走了 还被折腾那么久 爸不想受那份罪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父亲 15年前 叔公去世的情景 历历在目 叔公也是胃癌 切除了三分之二的癌变部分 浑身插满管子 术后半年 癌细胞骨转移 痛得白天黑夜都惨叫 我告诉父亲 我们去上海 北京一定会有办法的 父亲急得跺脚 是不是非要拉我去开肠破兔 弄得半死不活的 你才甘心呢 他哀求我说 爸怕痛 你别让爸受那罪 行不 因为父亲的坚持 也因为我的胆怯 我们最终听了医生的建议 开了些药回家 路上父亲再三警告我 不要让母亲知道 他生病的事 免得他再急出个好歹来 他不想在活着的时候 就被别人当鬼看 回到家 母亲和黄霞看我哭散着脸 问我是不是生意没谈成 我看了父亲一眼 默默地点头 农家乐要开业了 我却心事重重 我和黄霞商量 聘请个厨师 这样我也能从后厨 抽出身来帮他一把 黄霞同意了 聘请了一个叫小赖的厨师 月薪六千块 2019年3月12日 农家乐正式开业 我把后厨交给小赖 自己每天上网查资料 一心想治好父亲的病 可得到的回复都是千篇一律 建议保守治疗 这些回复让我心烦意乱 我似乎看到了千万个 癌细胞变成了千万只蚕虫 傻傻傻的 一点点吞噬着父亲的生命 好多个晚上 我都被父亲去世的噩梦缠绕 泪湿了枕头 3月18日上午 我去厂镇上采购食材 在派出所上班的刘小强 拍了一把我的肩膀 干嘛呢 叫你都不答应 刘小强是我家邻居 也是我从小到大的玩伴 关系不错 我的心堵得厉害 就告诉了他关于我父亲的事 希望他能帮我想个办法 小强安慰我不要慌 说他有个医生朋友 是这方面的专家 可以帮我咨询一下 电话打过去 对方也说手术没意义了 化疗也是一把双硬件 的确可以延长一点生命 但带来的危害也是最大的 他建议保守治疗 目前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父亲在最后的日子 过开心点 少遭点罪 我问他 我父亲还有多少时间 对方说少择两三个月 多择一年半载 但也不排除自愈的可能 不过那应当属于奇迹了 听到这话 我双腿一软 差点倒了下去 刘小强连忙扶住我 想开点 趁叔叔这阵还好 尽量多顺着他点 我谢过刘小强 赶紧买好东西回宁农家乐 谢了货又开车回了家 父亲笑着和我开玩笑 你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我扬了扬嘴角 心里泛起自责 自从长大后 我确实无事不登三宝殿 陪父母的日子屈指可数 如今 我想多陪陪他们 可父亲给我的机会不多了 母亲看出我的异样 压低了声音问 是不是和黄霞吵架了 我说没有 就是想回来陪陪你们 父亲高兴极了 说他这就去煮饭 母亲轻轻拍了他一把 你煮过几顿饭呢 难不成 你煮的比人家大厨的好吃 父亲挠挠头 再不好吃 也是他爹煮的呀 这些年 我确实没吃过几次父亲煮的饭 因为他忙着挣钱养家 长大后 我自学了厨艺 给别人煮了很多饭 却没怎么让父亲尝一尝 我告诉父母 今天我下厨 以后想吃啥了 就给我说 我一定随叫随到 吃过午饭 我要回去了 父亲把我送出来 压低了声音说 别经常回来 你妈会怀疑的 我问他这几天怎么样了 父亲说 大医院的药就是不一样 感觉好多了 他悄悄拿了药盒子 去镇上药店想照着买 可人家告诉他 那药是医院自己调制的 外面买不到 我让他别担心 过两天我们一起去大医院买 顺便再检查一遍 说不定这病就好了 父亲笑了笑 说了俩字 做梦 那些天我三天两头的 买菜回去给父母煮饭 黄霞有些生气 说请了厨师 辛苦了他 便宜了我 我自知理亏 对他说这几天父亲身体不好 多回去看看 种种顾虑 我没敢告诉他真相 4月23日 父亲说想吃糖醋排骨 我就连忙去镇上买食材 母亲说 父亲血糖高 不能吃 我安慰母亲说 少吃点没事 再说我会少加糖 可父亲那天吃了我做的糖醋排骨 晚上血糖就上来了 父亲警告我 今后不许再顺着他了 但父亲却悄悄告诉我 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排骨 那段时间尽管父亲还是日渐消瘦 但精神头儿不错 我每天都会抽时间回去一会儿 装作入我启事的样子 陪他聊天 下棋 钓鱼 那个不恰当的比喻 我像个知道就要被断奶的孩子 贪婪地远惜着 贪婪地瞬息着父亲身上最后的那点父爱 2019年5月下旬的一天 父亲说想来看看我的农家乐 我开车把他接了上来 站在楼顶 父亲有些担心地说 你要多长个心眼啊 好多人盯着你这地儿呢 我不谢道 光盯着有什么用 也得他自己有这个掌勺的本事才行 父亲叹了口气 防着点总是好的呀 我漫漫精心地点点头 看到厨房有袈裟肉 父亲说他有十多年没有吃过了 我连忙拿出一份袈裟肉给父亲尝 这一幕恰好 被拿捉不进来的黄霞撞见 他惊讶地看了看父亲 爸 您不能吃这个 我故作轻松地扯开话题 小气 一份袈裟肉值几个钱 黄霞被我的话噎住了 刘征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黄霞气鼓鼓地跑出去 拿起电话 就给母亲告状 妈 您说说 我在乎过 您和爸吃什么了吗 只要你们吃得下 我高兴都还来不及 可爸 他血糖高 不能吃夹杀肉 刘征就说 我心疼那几个钱 黄霞一把鼻子一把泪 把这段时间的委屈 全都抖了出来 当时请厨师 本来是想两个人都轻松点 可现在他每天往一家跑 这一摊子事全扔给我一个人 听到黄霞的哭诉 我忽然意识到 这段时间我忙脑子都是父亲 完全忘了他的感受 父亲叫黄霞把电话给我 我刚喊了生妈 母亲就劈头盖脸的骂了起来 别吵我 那个大男人整天游手好闲 你还要不要脸 还有 你爸明明血糖高 还给他吃夹杀肉 你不是要子早死吗 但那天父亲的血糖没有升高 只是血压有一点波动 吃了酱压药 就没事了 黄霞是个火炮性子 发了一通脾气 再加上我也被母亲大骂了一顿 他就没事了 但自从那天起 农家乐的活我都抢着干 2019年6月15日 邻居张儿书办八十大寿 我走不开 便让黄霞带我去 他回来对我说 爸今天中午吃饭吐了 妈说爸这两天经常访胃 人又瘦了一圈 我心里一沉 连忙下山 劝父亲跟我去医院 父亲说什么也不肯 说可能只是量了胃 我给刘小强的医生朋友打电话 对方说 有些事是不可逆的 我又担心又矛盾 每天在煎熬中度过 6月26日 父亲打电话给我 说他这两天 浑身有点疼 我连忙回去 对母亲撒了个谎 把父亲送进医院 经检查 父亲的癌细胞已经鼓转移 医生重新给父亲开了药 还开了一盒麻菲片 嘱咐我 不到万不得已 就不要服用 医生还说 父亲的胃里长满了癌细胞 慢慢会因进食受阻 而严重缺乏营养 倒床 建议回去后 给病人多吃一些幼末 和鸡蛋之类的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脂肪添食也没有关系 就是要少食多餐 回家的路上 尽管已经有心理准备 但想着父亲的生命 就快要到尽头 我还是控制不住眼泪 父亲安慰我说 哭啥呀 这辈子爸满足了 只要不要像你叔公那样才好呀 把父亲送回家 本来我要留下来住一晚上的 但父亲执意要我回去 在农家乐的车库里 我一个人坐在驾驶室里 哭了个痛快 直到黄霞来敲车窗 我终于忍不住 告诉了黄霞 父亲患癌的事 黄霞生气地推了尾巴 两眼直瞪 为什么不送爸爸去医院 爸说不治就不治 你咋忍得下心 我不知怎么解释 更饶恕不了自己 我抬起手 狠狠抽了自己两个耳光 黄霞一把拉住我 我的眼泪又止不住了 知道父亲的病情后 黄霞开始主动叫我都回家陪父亲 女儿压压放手架了 黄霞就叫他来农家乐帮忙 我每天在家给父亲做吃的 熬芙蓉蛋 熬山药粥 瘦肉粥 听说小米粥养胃 我专门开车到县城的超市 去买回来 母亲开玩笑 我这个儿子算是白生了 眼里只有爹 没我这个妈 由于癌细胞扩散到了淋巴 7月下旬 父亲的脖子上出现了几个 肉眼可见的残豆大小的肉瘤 母亲叫我带父亲去检查 父亲说 早就检查过了 良性的 不信你问儿子 母亲狐疑地看向我 我朝他点了点头 他也就信了 2019年8月28日 父亲说母亲走亲戚去了 想吃酸辣猪蹄棒 他说 蒸把了浇上酸辣的汁 那味道啊 可带劲了 我马上去镇上 买了支猪蹄棒回来 洗净蒸棒 不敢让父亲吃辣 就浇上了酸甜的汁 我怎么也没想到 那顿饭竟然成了 我和父亲吃的最后一顿饭 那个酸蹄棒 竟然成了杀死我父亲的凶器 我是下午四点左右走的 晚上六点半 母亲打电话来 惊慌失措地说 儿子呀 你快回来呀 你爸晕过去了 我心惊肉跳 连忙冲出去开车 在路上母亲说 叫了派出所的刘小强 送父亲去医院 又叫我直接到将军去医院 刚到医院门口 我就听见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 村道上围了一大群人 刘小强的母亲刘婶 和几个妇女陪着母亲抹烂 劝得想开些 看见我 母亲颤巍巍地站起来 她看我的眼神 不像是悲痛 更像是两把就要刺过来的钢刀 不过最终 她还是缓缓坐下来 知道我是死者家属 医生把我叫到一边 说父亲是高血压 引发脑冲血去世的 但根据医生的资料显示 父亲曾在2018年1月26日被医院确诊为胃癌晚期 刚才他们也发现 父亲的癌细胞已经完全扩散 就算不是脑冲血 生命也没几天了 刘想强告诉我 父亲在把子上和几个人打了会羽毛球 回去刚坐在沙发上就倒了 然后就一直没醒来 急救室里 父亲躺在那里 神态哀响 我走过去 拉着父亲的手贴在我脸上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我一定要自私一回 就算开刀插管进ICU 我也一定要父亲活着陪我 刘小强见我抱着父亲不肯松手 一边死劲地把我拽出去 一边叫人把父亲抬上车送回家 知道父亲是脑冲血去世 有人便切切私语 这当儿子的也真是 明知有高血压 还拿猪体棒给老子吃 可不是 有点常识都不懂 刘婶听不过去阻止道 说什么呢 医生说了 他刘叔已经癌症晚期 就算不是脑冲血 也没几天了 他这也没遭罪 有啥不好 没想到 刘婶这本来是想替我解围的话 更像是一枚炸弹 在起来奔丧的亲戚朋友间 炸开了锅 大家议论纷纷 啥 癌症 咋没去做手术啊 就是 连医院也没进 邻居王芳更是酸溜溜地说 人家脑子会算呗 谁愿意连踩两空啊 二叔气得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茶水溅了出来 他看我的眼神 冷得令人窒息 家里办的丧事 我也不想去解释 母亲每天都哭 任谁都劝不住 丫丫已经开学 老师给了天一天假 回来祭拜的爷爷 就回学校上课了 我白天和黄霞 一起忙前忙后 晚上就拿了张椅子 守在父亲的遗体旁 几天后 父亲下葬了 家里一下子冷清下来 短短几天 我发现自己疲惫的 近乎虚脱 我强打精神 对母亲说 妈 您和我 去农家乐吧 我们也好照顾您 母亲不说话 仇怨的眼神 让我不寒而栗 自从父亲下葬后 母亲一句话也不说 我试着跟他沟通 可他根本不理我 黄霞劝我 凡事都有个过程 让我先回农家乐 我每天还是会回去 看望母亲 给他买菜 和他聊山上的事 可是无论我怎么做 母亲总是冷冷的 不搭理我 2019年11月26日 刘小强给我打电话 说母亲去派出所 把我告了 大致意思是 我明知父亲病情 不给医治 明知父亲高睡牙 给他吃肥肉 是故意让父亲死 他希望我好好 给母亲解释 说他也会尽力帮我 我完全懵了 我的母亲 竟然告我 故然杀害父亲 三天后 我买了一些营养品 回到家 见母亲正抱着 父亲的一项落泪 我走过去 还没开口 母亲就转身 进了卧室 反锁了门 我过去 敲了敲门 说想和他谈谈 母亲 一把拉开房门 冲着我吼 你不走是吧 你不走我走 一道无形的鸿沟 就这样横在 我们母子之间 2018年12月4日 派出所 打来电话 通知我回去 我刚到家 就见院门口 喂了很多人 刘小强见我回来 连忙压低了声音说 没办法 民要追 官必要揪 不过你放心 我们会帮着 对阿姨解释的 我谢过刘小强 当着另外两位警察的面 把事情原委讲了一遍 并递上了 父亲几次检查的结果 和医生的建议 刘小强 也是把我寻找医生 和当时的无奈 给母亲说了一遍 两位警察听了 点点头说 其实这个事 我们也早就听说过的婶子 您真的是错怪您儿子了 作为儿子 他这么做 其实比谁都难受 母亲一直没说话 嘴唇抖得厉害 突然哇的一声 哭了出来 警察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心病 还是需要心药医 让我好好陪陪母亲 我把几位警察 送到院门口 好事的邻居 挤双眼睛 起刷刷地盯过来 邻居王芳 撇撇嘴巴 呸 这样的事都能干得出来 几天后 我到阳镇上买菜 看到几个认识的婶婶 在谈论着什么 我走过去 想打招呼 却听到他们正在谈论 关于我和父亲的事情 大致意思 也是说我害死了父亲 我去超市买桶油 几个营业员 也一阵的气气思语 就是他 前几天害死了自己老子 派出所都立案了 这会儿还大模大样地 出来买菜 我突然发现 自己成了一只过节老鼠 无论走到哪里 那些恶逐的目光 都能捕捉到我 父亲生病后 农家乐的生意 本就不如从前 这段时间更是惨淡 有时候一天都没有客人 房租 生活费 水电器费 厨师的工资 弄得黄霞焦头烂额 2019年12月6日 送水产的李哥打电话过来 说要我先交80%的贷款 他才送货 哪有这么做生意的 我没答应 李哥就停止了给我送货 在我们这儿 镇子很小 送特殊水产的 也就李哥一个 李哥停止了送货 县城的供货商 嫌我路程远 进货少 也不给送 就这样 农家乐经常缺着缺纳 更是没了生意 黄霞说 现在生意那么难 干脆辞退 小赖算了 可是因为父亲的事 根本没经历 管理后出 为这事 黄霞和我吵了好几回 说再这样下去 农家乐干脆别开了 我们离婚算了 而且一连好几天 他都睡在了客房 2020年1月中旬 武汉出现疫情 并呈扩散趋势 我不得不关门回了家 压压已经放了寒假 见到我 她惊讶地说 爸 爸 你咋变成这个样子了 头发那么长 还那么油腻 胡子也多久没刮了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黄霞收拾好东西 就煮饭去了 我却转身 把自己关在屋里 2020年1月23日 武汉封城 紧接着全国多处地方 实行了交通管制 出席夜 我摸出手机 编辑了几条微信 发给了一些亲戚朋友 可是我等了半天 没有一个人回复我 疫情没结束 学校也迟迟不能开学 2020年2月26日上午 我听到鸦鸦在电话里 和人争吵 你胡说 我爸对我爷爷最好了 还愤怒地说要绝交 我开门出去 见她的眼眶红了 看到我 鸦鸦倔强地 捋了捋额头上的刘海 爸 我相信你 我们全家都相信你 我的心被揪了一下 眼睛有一些模糊 默默地进了屋 躺在床上 我突然发现 除了父亲 这个世界上 几乎没了我可以倾诉的人 那天下午呢 我拿出一瓶酒 一个人来到了父亲的坟前 酒凭空了 我在父亲的坟头 沉沉睡去 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母亲拿着毛巾 再给我敷额头 黄霞则责怪道 平时都不喝酒 干嘛喝那么多 还是60度的白酒 鸦鸦哭着拉着我的手 爸 你吓死我们了 你都睡了快一天一夜了 我这才知道 我昨天最倒在了 父亲的坟头 是母亲和黄霞 把我弄回家的 母亲捂着脸哭了 都怪我 我知道你爸的脾气 肯定是他不让你说 可是 我就是过不去心里那个坎儿 我们母子抱头痛哭 2020年3月下旬 全国各地 已经陆续的解封了 母亲和我商量说 后厨还是自己干吧 今年的钱不好挣 我连点头 我打电话给李哥 希望他能继续给我送货 电话是李嫂接的 他说 要送货可以 先付货款 我质疑道 我们不一直都是月底结账吗 难道你不相信我 李嫂说 这难说呀 执人执面 不知心 现在的人呢 为了钱 啥事干不出来 母亲听出来了个大概 将电话躲了过去 冲着话筒喊 谁干在污蔑我儿子 我饶不了他 2020年4月6日 我们农家乐开业了 母亲担心有人 会再拿父亲的事 再做文章 就随我们去了农家乐 他说 有我在 我看谁 还能再说什么 5月22日 李哥主动找到我 向我赔礼道歉 表示 会继续向我供应水茶 还说 他也是受了别人的蛊惑 原来我们家邻居王芳 也就是李嫂的表妹 前两年 他就看上了我们的农家乐 前年 王芳找过我父亲 希望入伙 父亲没答应 为此 他一直嫉妒在心 那天看到警察 来我家做调血 他就拿这事来做大文章 让我重判亲礼 又缩使李哥不给我送货 说想让我主动把农家乐 转让给他 事情都说明白了 我顿觉浑身舒畅 我告诉李哥 事情都过去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 Facebook 点击说明你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没时间 感谢观看